气象局发布了烟花台风的海上警报 整个警戒值是增加到台湾北部的海面 因此北部雨势有明显增加 目前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几率并不高 而海警部分预计24号下半天 或者是25号上半天才会解除 而花东地区受台风外围怀的影响 还是要注意阵雨沿海长浪还有会发生焚风 根据气象局最新预报资讯 烟花台风23日下午2点的中心位置 在台北东方约360公里海面上 以每小时久转14公里速度向北北西进行 急暴风圈正逐渐接近进入台湾东半部海面 对台湾北部海面、东北部海面及东南部海面构成威胁 适逢大潮沿海滴洼地区去留意机烟水 我们气象局在发长浪讯息的时候 就建议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到海边去 从事任何海边的活动 因为我们既然已经到了爆炸警戒范围 它的水位可能就比较高 然后它现在浪围比较高 所以基本上如果风浪大一点的话 它可能会海水会关进来比较低洼的地方 所以沿海低洼的地方 民众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 海水倒灌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预测在花东这个地方 基本上在24、25、26、27都有可能产生比较高温的情形 但是可不可能达到焚风 我们可能真的就要看它的环境条件 我们要达到焚风的条件有两个 就是温度你要高于36度 然后相对湿度你要低于50% 所以相对来说你要达到焚风的可能性 可能几率不是那么大 但是要值得注意的就是 你可能有高温的一个现象 温度过山沉降以后 湿度可能达不到就不会称为焚风 但是你温度会高温 所以我们基本上在 花东这边我们都发布了一些比较高温的讯息 就可能说在24、25、26、27 花东重谷跟花东海岸山脉以东沿岸的地方 都有可能发生高温的一个情形 中台烟花移动速度缓慢 预计24日下半天或25日上半天才会解除海上警报 目前东漫步沿海皆有长浪发生 而近日东部地震频繁 山区蓄留意滩方极落时 花东仍有连心短暂震雨 25日转西南风后可能出现焚风效应 高温闷热还请民众留意 接着长方夜华联士报导